好了 回来了 先讲讲今天要讲的消息 第一件事就是法国 他们的大罢工开始了 在不同的地方都有民众参加游行 要求撤销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就是将退休年龄由62岁升到64岁 现在罢工的工会说 巴黎有超过40万人上街示威 他们整体就去到200万人 可以说是美丽的风景线 不要双重标准 如果没有暴力的 他也不算暴动 暂时是和平游行的 我们也不会双重标准 但问题是 这些和平的集会 一定会有人想骑劫的 在巴黎的游行现场 就有一班无政府主义者 就向警察扔垃圾桶 玻璃瓶和煙霧弹 这些又是要挑起事端的人 我这样说 可能你说 你这么凉薄在这里笑他们 就是这样说 其实你所有这些和平示威 都会有人去意图威胁 去骑劫 去拿你的议题去做其他事情 那些无政府主义者 那些公会就会和他们切割 正常的地方就是这样 现在这个马克龙去了西班牙 吃西班牙烏鹰 他出来说 民众和平示威可以了 不要暴力 不要破坏 他就说 退休制度改革 是公正和负责任 这个我也同意他 如果你由62岁 改到64岁 其实都是适合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人的 寿命长了 你那个退休年龄 就是高一点 都是我认为是合理的 这个是没办法的 因为如果不是呢 就是你那个 年轻的人口 就会负担太多 退休金的支出的了 这样是不行的 就是一个社会 这样是 没办法正常 这样运转下去的 但是这次罢工在法国又怎么样呢 就是 就是运输、学校、石油、能源、医院这个行业 受到罢工的影响 公共交通当然严重受阻 巴黎多条地铁的线路都停止 那航班都受到影响 是很严重的 那 二百多万人 就是如果公会说 如果你说公会说而已 那实际可能没那么多人 其实 我粗钱的看法 就是他们起码都有一百万人 因为法国内政部都说 全国都有一百二十万人 参加示威的 那 他们内政部就说 在巴黎就只有八万人 我看过的视频 我就不相信巴黎就只有八万人 就是我看过的视频 巴黎那里其实 他们说四十万人 就是公会说 那我不觉得有四十万人 但是呢 十五到二十万人 就一定有 所以现在他报出来 巴黎只有八万人 这个数字应该不是很厉害的 那法国媒体 就是当然他们也有视频 拍到出来 就是 警察就用催淚弹 就是赶走那些人群 其实 这个一定会这样做的 还有你说 我为什么不拘捕了 那些无政府主义者 有这么多人的时候 你是没办法捉到那些人 就是我老实说 因为他们那些 会被揣进去 那些和平示威的人 其实 你从来 示威难搞的事情就是这样 有人现在是黑暗的 其实他们 就是好像黑暴友那样 扔垃圾桶 玻璃瓶 就是煙霧蛋 那些全部都有的 他们是 这个不是没有的 他们真的有这样的事 他们的情况就是 那个和平集会未完就已经动手 那 我相信 工会那些人 他们就说 这些不关他们的事 这些是不关他们的事 那 其实正常来说 应该要切割一下 就说 这些人跟我们这个集会 就没关 因为他们是 无政府主义者 我们是要求有政府 我们只不过是不喜欢政府这个政策 有些人要分开 对吧 所以 法国也是大煲领落的 西班牙和法国又签了一个 友好合作条约 这个友好合作条约是什么呢 就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的 大家知道马克龙的身材比较矮小一点 其实这个身形和我差不多 身材比较矮一点 他就在巴塞隆拿那里 签了这个友好合作条约 那么他大概 矮这个桑切斯半个头 那么 那条约内容呢 就是每年搞一次双边峰会 由两国政府首脑率团出席 那么他们的关系又会再密切一点 那么其中一方的政府官员呢 就会被邀请参加另一方的部长会议 那么最少就会三个月轮流一次 那么现在双方呢都成立了 就是那些非法移民和国防问题的工作组 那么每年呢就会搞一次双边经济和商业论坛 那么双方呢就承诺进一步促进文化和教育交流 其实也是要的了 就是在欧洲来说 这些是要做多一点的 那么他们在共同关切的问题上呢 和作出和欧洲有关的重大决定之前呢 就会定期进行这个磋商的 这个就是西班牙和法国的谈的事情 那么 谈的事情就不是只有西班牙和法国佬的 那么普京和伊朗方面也有办法谈的 那么他们就讲电话 那么呢 这个呢就是普京和伊朗总统来希 就吹水 那么呢 他这段时间吹得很密 九天之内第二次通电话的了 那么他们讲了些什么呢 就是能源交通领域合作 双边关系问题 但是其实他们两个国家呢 就是经济那些没什么互补的 就是他们出的东西一样 互补性很低 那么他们两个呢 就提及了这个敘利亚局势 那么呢 就指出在阿斯塔纳进程框架 继续协调的重要性 那么双方呢 又同意保持各级沟通 那这个只是通电话而已 那么另外 就是 聊开电话又有另外一个人 又聊电话 就是秦刚外长 那么呢 他就和这个伊朗外长 阿卜杜拉希洋 就通电话 那么秦刚呢 就说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 和长远角度去看这个中医关系 愿意和伊方密切合作 推进两国全面合作计划 推动中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走心走实 阿卜杜拉希洋 他就说 愿意和秦刚建立 并且保持密切的合作 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做出努力 他又向秦刚介绍了 伊朗就核问题 恢复理约谈判的最新进展 感谢中方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我现在讲讲伊朗核问题 现在英国呢 就很不妥 伊朗 因为伊朗 杀了一个 说是英国间谍的人 究竟那个人是不是英国间谍呢? 看英国方面的动作 就真的像是英国间谍 如果从伊朗的角度 好像是杀得对的 看起来就是 但是究竟伊朗会不会搞错呢? 这个当然有可能 不过我觉得可能性就低一些了 英国方面 现在其实他们 就开始出些动作去搞这个 伊朗核问题的理约谈判 就是他们很有可能 就从中搞些小动作 英国佬现在 他们有他们的办法 当然英国佬是 那秦刚就说 中方就赞赏 伊方展现的诚意和灵活性 支持伊方维护正当合法的权益 亦都呼吁其他各方 坚持对话谈判方向不动摇 中方就会继续以自己的方式 发挥作用 那么中国呢 永远都是叫别人谈 不要动手 就是 劝和速谈的 就不是说我要打这个打那个 如果你说什么中美争霸的骗人 从来都骗人的 有什么争霸 没有争霸 绝对没有争霸 但是 亦都不会承认 美国佬是世界的大佬 这个不算是争霸的 这个一定要讲清楚 就是说我不承认不行 现在他们很厉害 你真的这么说 如果你在两个大国关系里面 你一开始就承认了美国是大佬 你口头都说了美国是大佬 他都不会相信你 你要行动 真的 喂 美国真的是大佬 你要行动证明 那美国佬他 他会叫你做什么去证明 你觉得他是大佬 那他一定有很多东西的 那些东西是你让不了步的 有些是没有办法让步 就是有些人现在还说 好了 现在很多东西都让步了 跟美国佬又可以让步 其实 有些东西向美国方面 你没有办法让步 你有得谈就谈的 但是你说 是不是真的可以全面说是退让 现在就跪低说美国是大佬 这些是没办法做得到的事情 当然 其实国内也很麻烦的 就是有些人 现在开始说中央又很软弱 其实香港一向都有人说 武统又软弱 佩洛西揣台 你不去打台湾地区又是软弱 其实很多东西就不是这么简单 就是说你怎么怎么怎么就软弱 怎么怎么怎么就够强硬 不是这么简单的 世界不是说 就是可以 你用这样一个非黑即白的角度去看 不是的 有很多东西 国家的能力根本都做不到 这是事实来的 其实我们经常都说一样东西 你体谅一下国家 为什么要体谅国家 国家不会体谅我 这个问题就是 你体谅一下国家 其实很多时候是对自己好一点的 其实很多时候是 因为你看到一些东西 你觉得不太妥 有时候可能会很脑气 很脑气 没什么意思的 很脑气 你骂某些正棍那些 反而好一点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大方向那些 你改变不了 其实这个世界的大方向是改变不了 你要知道大方向是什么 但是有很多东西是改变不了 你改变不了的时候 有些东西 你也是要理解的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好了 说到这里 又先休息一会 今天要多休息 休息一会 回来 我就会说 美国财经方面有关的消息 休息一会 再 remove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